昨天我们先要说有关于这个街露通马英九日前 就呼吁说不要再以作为台湾National Day 去作为周华美国国庆日的英文名称 那么对于这样子的建议跟呼吁呢 那么前零代董事长曹新成呢 就透过这个媒体群组发文质疑说 请问中国人马英九你要欺负台湾人到什么时候 还说别忘记你想有的是优渥了台湾总统的退休待遇 那可是台湾人民的血汗钱 到底曹新成说这个话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曹新成作为一个过去支持两岸和平统一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现在摇身一变 变成全民防卫最前线的 带着钢盔防弹背心的所谓滑毒或台毒的支持者 这样子的人可信吗 观众朋友晚安我是周子瑜 欢迎收看今天10月11号星期二 晚间7点钟为你播出政经全球新闻 提供中文马英九呢 之前才刚呼吁说不要在台湾National Day来称呼中华民国的国庆 或者说来作为中华民国国庆的英文的名称 那么连电前连电董事长曹新成呢 就透过媒体群组执意说 马英九讲这些话呢 背后还是那套反驳的城墙烂调 说就是双岸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他说我们都知道说过去蒋师复制 反独甚至于反共 因为如果台湾独立与中国互不隶属 他们就无法再反共大陆消灭共匪 那么曹新成指出说 所谓台湾两讲时代讲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 汉贼不两立必须以消灭 现在中共讲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要消灭中华民国 所以一个中国是国共两党内斗致死 放收的誓言 关台湾百姓什么事呢 曹新成强大说 过去国民党强迫台湾人民参与国共内战 让台湾人在军事戒严白色恐怖中 度过半个世纪 现在台湾人已经成为中国百姓新线的民主社会 请问马英九 你为何还认为一个中国会一中宪法 把台湾绑在内战的火药桶上 曹新成指出说 今天中华民国要避免被对岸消灭 当然一方面要高唱两国论 避免一个中国 另一方面要多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 这台湾人跳脱内战陷阱必要的方法 他说你马英九为何要反对呢 你今天讲一个中国表示你是中国人 请问你这位中国人到底要欺负台湾人到什么时候 曹新成强老说 过去国民党定下的一中宪法 是逼迫台湾人去从事国共内战的宪法 是给台湾人带来灾祸的宪法 他说马英九你这位中国人 不帮台湾人去除祸害台湾人的条例 还要坚持这个条例来祸害台湾人 你还有道德良知吗 曹新成这番谈话几个论点 我先来理解 第一个是他说国民党定下的一中宪法 是逼迫台湾人去同事国共内战的宪法 我不知道曹新成到底有没有读过宪法的历史 宪法的成立是在国共内战之前 中华美国宪法成立在国共内战之前 那么这个宪法里面 当初的制宪的国民大会代表大会 国民大会 它里面其实是有台湾省的代表的 中华美国台湾省的代表 你无论这些代表是民选的还是国民党指派的 无论是哪一种 你就必须承认他在制宪会议上面 有属于台湾人的代表 这跟你所谓的逼迫台湾人去从事国共内战的宪法 这恐怕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就说如果你要说这是一个去逼迫台湾人去从事国共内战的宪法 你应该叫指的是所谓的动员开外临时条例 但那不是宪法 你说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宪法 然后你说马英九中国人不帮台湾人去去除 祸害台湾人的条例 你为什么不去问蔡英文 为什么也不去帮台湾人去除祸害台湾人的条例 因为现在掌权的不是马英九是蔡英文 那蔡英文有要说要把这个一中宪法给推翻掉吗 建立台湾共和国宪法吗 建立台湾宪法吗 没有从来没有 那马英九你都已经知道他是一位中国人 他要坚持这个条例来祸害台湾人 那蔡英文你为什么就不批评呢 因为他现在是掌权 他现在是民进党 他现在是主张台湾共和国 应该要建立的民营党 那为什么民营党不需要被你批判 而国民党需要被你批判呢 这是我对曹英诚的这一个 第一个是他对于宪法历史的不熟悉 第二个是他去批判马英九 那请问民进党你为什么不批判 真正掌权的 现在掌权的不帮台湾人去掉 这个祸害台湾人的宪法的 不就是民进党吗 那么你现在去叫蔡英文去掉 那接下来他说 前面他有一段地方说 他说要多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 那你要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 那就改国号改国民 那如果你不改国号改国民 你如何做到台湾取代中华民国呢 那这个呃他有讲到说这个马英九天天讲一个中国 表示你是中国人啊 那过去蔡英文也常常讲一个中国 蔡英文也常常讲蔡熙会很诱惑 然后这个蔡英文过去还说我是中国人 我读中国书长大 蔡英文过去还说五星旗的市长 蔡英文过去还说解放花脸 那我想请问曹欣诚你对这句话难道都这个视若无睹 智若罔文吗 就是曹欣诚从你过去读两讲的书长大 到后来这个成为两岸和平 说要建立的两岸和平条例 两岸和平的相关的法律的这一位前来的董事长 带着台湾的金片到中国去投资 这样的一个人所说的话吗 你有这个资格吗 那曹欣诚还说 国民党强迫台湾人参与国共内战 让台湾人在军事戒严白色恐怖之中度过半个世纪 请问在过去这个时代曹欣诚你反抗过国民党吗 曹欣诚你抗议过国民党吗 曹欣诚你去这个站在民主阵营对抗国民党的强权吗 从来没有 你就是迎合当权派 然后当权说什么 你就做什么 哪里势力大就往哪边倒 过去中国崛起你就往中国靠 现在全世界反中你就靠着蔡英文 所以曹欣诚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居心何在呢 他说请问马英九 你为何要用一个中国或一宗宪法 把台湾绑在内战的火药桶上 没错 马英九过去把台湾绑在一个中国 一宗宪法 但如今蔡英文执政六年 难道蔡英文不需要把一个中国 一个宪法彻底的去除吗 蔡英文到今天为止 他没有把那一宪宪法给彻底的去掉 他今天为止 中华民国的宪法增修条例的开宗民意 还是说在国家统一之前 所适用的是宪法增修条文 曹欣诚批评过民意党吗 那么曹欣诚说 过去两讲时代讲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 汉贼不两立 那么如今蔡英文政权 一样使用中华民国 那么为什么从来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非法的伪政权 为什么在我们的陆部委会 为什么在我们的外交部 对于所谓的中国 是直接称呼对方是中国呢 如果你既然主张的 跟过去两讲时期 主张的是一样的 那么你就应该用共匪 或者是伪政权 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不是讲自己是中华民国 讲对方是中共 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甚至是把对方称为中国 一个中国是国共两党内斗 致死方休的誓言是如此吗 到今天为止 国民党并没有要跟共产党 两党内斗到致死方休吗 那么他说过去蒋世父子 反独胜于反共 真的是如此吗 过去蒋介石所杀的 所谓的外省人 还不够多吗 像曹云审这样的外省人 还不够多吗 蒋世父子有没有杀台湾人 主张台湾独立的人 当然有 但他杀共产党的人 难道不多吗 你有任何的数据说 蒋世父子杀台独 主张台独的人杀的比 支持共产主义 我现在不是讲说反共不是指 一定是反中共 主张共产主义 因为过去有台共 主张共产主义的人 还要更多吗 你的数据在哪里 我到今天为止 我没有看到曹云审 拿出任何的数据 去解释这件事情 如果作为一个雷念的董事长 你在所有发言的内容里面 你第一个对于执政党 你是一位的产妹 从过去到现在 从过去国民党时期 你靠着国民党 在联电当董事长 在过去你靠着中国的崛起 在中国发大财 你过去靠 你现在靠民进党 因为全世界反中 反共的气氛 所以你靠向民营党 你的作为 然后再加上你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容 你没有查证 很多时候甚至颠倒历史 不愿意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 或拿出真实的数据 而你不断的去批判过去的总统 而现在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权力的 马英九 对于蔡英文 你从头到尾 没有批判过任何一句话 那么我要问曹星成 到底是居心何在 德国英文怎么看 这个我之前提到的 就是当时曹星成 他在那边讲说 要建立什么国防的 什么最前线 然后之类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已经讲过 这个曹星成过去 就是拿这个晶片 拿着相关的技术 去转去中国 把这个让他转移到 给中国 那其实后来 也就这个很多人 其实都都发现 过去有的就是说 一个反走过 不留下痕迹 所以其实以前那些 他主张什么两岸和平的那些 那后来陈水扁 前总统还反驳 这些影片 然后还有文字 其实都还有 所以我当时 其实说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改变你的立场 或者改变你的思想的话 那不是不可以 可是一般人 改变他的思想 其实都会 做某种程度的自我检讨 或者是说 他有一个脉络 就是说 我之前怎么样会 误入企图 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说 之前那样的我 其实是不太理想的 那可能就是 我现在呢 要这个洗心革面了 我这个狗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了 我就是这个 要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 以后种种 譬如金日成 那就是要有这样子的 一个魄力 或者是说 有这样子的 一个脉络上的转变 但是好像显然 我在曹新城这里 是没有发觉到 因为他就是很跳动 他就是突然 就是从一边 然后就跳到另外一边去 他就 所以就 前一阵子说 他就放弃新加坡了 然后要回到什么 就是中华民国的 搏击的 然后呢 就就开始弄国 什么国防 然后那前线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那现在又跳出来 这个批判马英九 然后显然就是 换了一个这个面孔 这样子 就是没有一个一致性 就是说 如果我过去 你说我这个 要主张统一 是因为 我随便举例好了 因为可能 我也不知道 不是他肚子里有蛤蟲 我们就随便举例 就说 如果我假设 就说你这个 中国崛起来 然后我觉得说 台湾人要这个 就是要靠着中国 才能够这个 就是有活路 然后后来呢 我发觉到 就马英九执政了 这几年之后 我发觉不是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就 慢慢地改变了 我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样子 比较能够符合 我刚刚讲的这个 就是他有这个检讨 或者是他有这种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 这个脉络的转变 但是好像 从刚刚整个脉络听下来 或者是从他整个言行 观察起来的话 他这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过去 国民党的时候 他没有反抗 他就是蔡英文说的 那个 卫权实在是 没有选择服从的 那批人里面的 如果我 至少不是很清楚 什么曹新城 跟什么民主运动 有一毛钱 半毛钱的关系 都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录 没有看到的 那为什么在这个 陈水扁的时代的时候 他还要去这个 倾向中国 跟陈水扁 做一个对立 那很简单 因为中国当时就崛起 而且陈水扁是嘲笑野大 很明显当时就是 包括在立法院 还有在这个媒体 因为陈水扁说要 党政军退出媒体了 然后他真的就退出了 就媒体其实就变成一个 主要是以统派的 或者是说以 反对陈水扁的立场 为主的媒体 这当时其实是比较做大 或者是比较有发言权 我们说就是 就事实上来看的话 就是当时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种氛围 所以其实你说 曹新成的当时 却靠中国 那在他的性格来讲的话 那可能对他来讲 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 显然就是台湾的这个声音 是不成气候 而且就是所谓的一小撮人 在那边喊来喊去的 或者是说 事实上我们也不得不说喊人 他们也要不要做 也还不知道 因为陈水扁 有时候还是比较摇摆的 他见了宋楚瑜就说 之后就说这个 正名制限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但是后来他们要去改名 要去改 例如说中正纪念餐 改成民主纪念馆 或者是中华邮政 改台湾邮政 这些的是有做 但是显然其实都是会 就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反弹 然后就是做的也是 就是有惊涛骇浪 加上其实当时 他自己又有一些 被人家质疑 但是后来 当然法律上是没办法证明 他有罪 但是就是说有一些 他自己被人家质疑的问题 有什么红山军那些这样子 所以其实曹新城没有去靠向他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更重要的问题来的 就是 如果你这个曹新城 要让我们知道说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转变的脉络的话 那起码我必须要有一个线索 就是你在马英九时期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去说 或者是做相关的一些批判 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 在318了 或者是被称为太阳化的 这个学运当中 那你有没有发言 好像我其实是没有注意到 曹新城的这个运动当中 扮演过什么重要角色 也没有就是听到 他当时就在批判马英九说 你为什么这个宪法 要把这个台湾人 锁在国共内战呢 然后那个 说这个你怎么没有去改宪法 你怎么没有去这个 去证明制限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就如果你当时觉得 就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话 那我可能还会对你有 比较有一点点敬意 就说因为马英九当时是最高的 是掌权者嘛 而且他又是一个 你知道他是一个中国人的思想 他绝对不会是 就不会是这么做的 然后如果你当时就能够 出他的逆临去提出这些 你觉得说这些 对台湾人其实是比较好的 比较有前途的 你就像当时被这个 蒋介石信任的杨熙坤一样 敢这样子去提的话 那我觉得你这样子 才是有一个有血性的人 才是一个 就是说真正你这样子的 也是有这个理念的人 而不是见风使舵的人 那现在去提第一个 就说马英九他已经没有权利了 他这个观念也已经在那边 他没有权利 他就是觉得说 我讲的就是我现在所想的 那他没有错 他就是讲他现在就认为的 但是这是他的言论自由 你当然可以说他就批判他了 然后但是你说他为什么 就还要在欺负台湾人多久 我告诉马英九也欺负不了台湾人 因为他现在又不是最高权利 他顶多讲的就是代表他的一个声音 那他这个声音人家要不要接受 就是人家的自由了 人家不接受他现在马英九 也没有办法去动用什么军警秦特 或者是甚至马英九他们这批人 也不太会搞网军嘛 网军也就是搞不起来 也没办法去就是说强迫别人 或者是说就是 去用这个网路暴力的方式 去霸凌别人的什么的 这些东西都是蔡英文跟 蔡英文从科文者那边学来的 然后继续把它发挥出来的 所以你说这个 他批判这个马英九有什么用吗 或者是说马英九现在有什么 值得他批评的声量 还是说这个他批评马英九 只是能够去满足那些1450 或者是满足这个 现在那些自称为台派 但事实上就是跪在 或者是趴在马英九 趴在蔡英文身边的那些 那些那个太监嘛 对那马英九身边 基本上就是没有人家跪着 趴在那边了 就等于是他已经那个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嘛 他已经定性了 所以就说这个 刚刚也提到了 就说蔡英文自己都讲过了那些 那才就是庆竹难书的这些话 包括他都入委会上任之后 也讲了说这个未来统一 这个未来一中是唯一的选项 对吧 然后呢 那刚刚也提到 他说他是读中国书长大的 另外他说 还说对对岸不必然抱有敌意 这个蔡同学说的 说这个蔡奇会很诱惑 对不对 然后那个他这个 也是不只是他的五星期 潜意识里面挂在嘴上 连他的那个国安单位 都也没有去怎么样去那个办 例如说他们定的那个什么 反渗透法啦 或者什么之前的国安相关法律 其实你没有看到蔡英文的任内 去办什么什么任何人 或是说因为这样子 所以真的去被判很重的刑 没有啊 就是叛国 如果你这么认为那是叛国的话 那没有相关重要的 重大的刑法去判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还有就是 蔡英文他用的那些什么人啊 例如说还有这个李大为 他过去他这个是这个 统促党的人的这个好友 至少是好球友 所以统促党的那些人 他也是就说过去 喷某一位前辈生罚水 但是那个前辈也是 有点反正就是他 其实现在也不太敢批判蔡英文 然后就是这些的 所以你说有那些人也没有办 然后五星期也是言论自由 所以蔡英文当然就是可以 透露他的潜意识里面的倾向 去讲什么五星期啊 然后又解放花莲啊之类的 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 我还是一样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他讲的这个内容 当然刚刚那个 就是子余兄也提到了很多 就关于一些 比如说关于宪法的问题 宪法的脉络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说 是不是台独跟什么反共的问题 其实过去其实就是三合一敌人 跟现在蔡英文的那个很类似 什么这个共产党 然后什么海外台独势力 跟国内的反对派 就是三合一敌人 三合一敌人是同样重的 甚至是他刻意要把这些人给 就是说刻意要让这些人 是作为同样的 甚至是同路人 台独就是中共同路人 当时他们的这个思维模式 现在也是一样 现在是说反对蔡英文的 就是中共同路人 不管你是主张这个更同的 还是更独的 反正就是跟蔡英文不一样的 就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现在跟过去的 两讲时代是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现在的执行手段 比较看起来比较阴柔 比较没有那么粗暴 那当然还是有司法迫害 还是有媒体就是什么 一手棒子一手萝卜的这种恩威病师 你要是不听话直接给你关台 或者是腰斩节目 那如果你这个愿意配合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就是说可以给你安插进去 或者是说你假装你有天线 可以跟蔡英文去什么见面 还是什么 那你就会被安插到这个相关的 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平面 或者是电子媒体上面的重要的时段 重要的台 那不然的话你就把被移到后面去了 所以这些就是现在对待媒体 对待这个不同政见者的一些手段 但是过去蔡英文说的 因为过去谁没有选择服从 所以他现在有权 他就要别人选择服从 重点就不是在于说 到底你是主张 当然主张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说 有些主张是对台湾可能比较好的 那我当然会说服 就是可能听我话的人说 也许主张独立的这个方向 是比较好的意见 但是我也不能说 就是其他的意见 他就必须要谨慎 或者是说就必须要怎么样 所以我也是蛮不同意 就是说过去 你刚刚我们之前提到曹县诚 他说什么中天就是匪台 那然后呢不让别人讲话 不让别人问问题 那完了之后 中天告的话 还有一些人就是去 要求中天要撤告 这些人如果 你们主张你们是所谓台派 那你们是这个 主张你们这个是一个 有自由主义的思想的人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是 蛮应该批判 蛮不齿的一种行径 因为你如果是台派 或者是你 至少你就应该要去承认说 过去我们也是从这个 言论不自由当中去对抗出来的 你现在怎么可以去说 别人就没有言论自由 而且还不让别人 就是去有提告的 这种司法权益呢 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 难道只是因为 曹新成现在讲了 你们喜欢听的话 所以他就必须要是对的 或者是他就一定是代表正义吗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 不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就是现在为什么 在台岛或者中华台北 变成一个这样子 当然我不会说 这是主张台独的人 他们的这种想法 因为还是有 主张台独的人是很清醒 还是会批判蔡英文 还是会主张言论自由 还是有这样的人 不是不是就说没有 但是所以我不会说 这个是台独的问题 我是会说就是 一些自称为台派 然后就或者是说 自己以为是正义的那些人 然后他们看人看事 就没有看到一整个的脉络 然后就只是在看当下 或是听当下的人 讲当下的话 然后就做出 他们自己的判断跟决定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从这个曹新成的 这样的态度来讲 我觉得本质上 他在这个威权时代 选择服从 然后选择服从 现在也继续选择服从威权 那么另外他自己的作风 也是学习威权者 就是他对待中天记者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的话 这一点他倒是一致的 非常一致的 作为一个枪头槽 也非常一致的 作为一个 没有真正民主基因 没有真正民主概念 没有真正民主素养的 一个人 那么这个发言 所以我觉得发言的内容 当然我们可以去 一一的去破解他 或去叛讨他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这个人如果缺乏一种一致性 缺乏一种 就是比较是 有内在人格逻辑的一致性 而他的一致性 竟然是体现在 上述讲的这种墙头槽 或者是这种专制性格的话 但我觉得 就说 大家对待他说的话的话 那么我想可能就是 你会想见 如果到后面是别人执政 或是别的势力 这个有增长 增长的话 那他说的话 大概说会怎么样 我们应该就可以去想象了吧 所以听到这种人的 这个话的话 那你只能说 对于这个1450来讲 可能是会很高潮 或者是对某一些 自称台派的人来讲会有一些高潮 但是这样子的高潮 就是像是吃春药吗 还是说像是打荷尔蒙 那样能够维持多久呢 那我觉得 我们就必须要去思考一下 你是要用一个正常的方式 去宣扬正常的理念 就像一个正常的人 饮食 还有运动 用正常的方式成长 还是用吸毒的方式 那么去让自己爽 那我想可能大家 必须要去做这个思考 大家必须要去做这个思考 我是彭文正 谢谢你们三年来一路相随 实现公平正义 真的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经过三年 所有的证据 终于水落石出 该是时候 把蔡英文学历诈骗集团 跟他的党羽们 送上法庭了 所以我们决定要从台湾跟美国 告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我们初步估计 这个诉讼第一个阶段 会需要五百万台币 大约是十五万美金 需要大家的帮助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发生的目标 火山二 封市 电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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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假新闻 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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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偶尾行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如果蔡英文真的是这样子认为 那他就应该用台湾的方式加入联合国 那他今天为止 他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去递借 也从来没有申请 然后在一个所谓的华府智库 叫做Global Taiwan Institute的邀请 这个智库真的是华府的智库吗 他是没错 他的地点总部在华府 但他组成的人通通是运营台桥 这些他的顾问还包括像师方龙 这样的人所组成的 那他背后的资金来源就是来自于绿营 那所以你说这样子的智库 然后养了一些年轻的美国人 然后做事 然后正是他的董事会 他的所有的这些顾问 都是所谓台译的 不论是美国人或英国人都好 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智库 那真的是有对台湾有帮助 有影响类的吗 还是在大内宣做自喊自爽 因为蔡英文说在什么COVID-19之际 台湾增加口罩的产量 向美国捐赠超过1000万片的口罩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台湾捐赠超过580吨的物资 及4500万美元去援助乌克兰难民 但蔡英文没有说的事情是 他拿了这么多钱去做他的 不管是个人的外交秀 还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秀 对于台湾的人民他在乎吗 高房价他在乎吗 物价的飙涨他在乎吗 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去care这件事情 没有把这些物资跟相关的这些金钱 留给台湾人 而是拿去做他的大外宣 无论这大外宣是去所谓的帮助乌克兰难民 还是去帮助什么美国要1000万片口罩之类的 蔡英文说 这个团结的力量是因为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 而受阻 台湾的专家记者和学生都遭到拒绝与联合国相关会议之外 包括WHO 包括ICAL民航组织等等的 说台湾没有机会参与任何联合国专门的机构 就无法分享我们在重要全球意义上面的专业知识 是这个样子 还是你只是想做大外宣呢 我想过去论语的人 经常去批判WHO或联合国是中国的组织 我也认同 这的确很多地方被中国各个机构买通 如果是这个样子 那你还要加入这个组织干什么呢 那蔡英文说联合国大会2758决议文 竟然会排 用来排除台湾在国际参与的重要依据 但决议文当中没有提到台湾 没错 决议文当中只提到蒋介石的集团 那当然是蒋介石的集团 蒋介石的代表 不就是中华民国的政权吗 那如果这个样子 你又不消灭中华民国 你自己又在当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就是蒋介石的继任者吗 那蒋介石的继任者 当然就是被举出在联合国代表大会 或代表团之外 蔡英文说 感谢许多国际盟友在联合国 说在各种场域上面 为台湾在国际的参与上面发声 请问有多少个盟国 在联合国帮民发声 不都是那些 所谓承认中华民国是 世界上唯一合法中国的那些 所谓的中华民国帮交国吗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 哪来的什么国际盟友 在联合国跟场域为台湾发声呢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这些所谓的美国 英国 加拿大 这些法国 德国 这些所谓的强国 在国际上面只是嘴巴讲一讲 替台湾发声 实际上面要去推动台湾 加入联合国 他们又不要 那这个样子你又如何说 感谢他们呢 还是他们也是在做所谓的 对内的大内宣说 我们是反中反共 请大家投票给我 但是实际上 我对台湾一点帮助都没有呢 蔡英文如果是个国际贸易专家 应该很看懂人性 但可见他不是嘛 那蔡英文说 这个尽管台湾的国际 参与的面临的重重的 重重的这个障碍 但是这个台湾还是要 与这个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 什么促进国际发展繁荣 等等这些空话 这个这么小的地方 你要如何促进国际发展繁荣 你又不是上帝 你如何去做到这些事情 还说什么台美21贸易倡议 21世纪贸易倡议等等的 那我看不到实际 因为所谓的这些倡议 都是把台湾的台积电搬到美国去 那这哪来这个 什么创造更强的经济韧性呢 如果你把你最重要的资产 都放到美国去 那请问 未来中国打台湾 美国也不需要捍卫你 因为你的这些技术 都转移到美国去了 所以蔡英文所建立的这一些 怎么讲笑话 我只能说 第一个他在做的是 对国内的大内宣 因为GTI根本就美国人 都不认识这样的一个组织 你至少相比起来 什么CSIS 这个布鲁克斯协会 其实都还是算是在华府 相对比较有名 或者是现在麦克庞 没有在的所谓的 哈德森研究院 这些保守派的智库 或进步派的智库 这一些相对而言 都是在华府有影响力的 GTI到底有什么影响力 我从来没听过 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 会告诉你说 GTI这个GTI很棒 从来没有 也不知道GTI是什么东西 就是自嗨的机构而已 哪来所谓的华府智库 这除了做大内宣 我不知道有什么实际的功能存在 然后说讲到这些话 通通都是你的总统权限可以做的 但是你又不做 你到底讲这些话 到底用意是什么呢 德国英文怎么看 这个我思考了一下 就是为什么蔡英文或者是民进党 他们要选择这样子的一种 投资部的方式 就是他们常常就是要找一些 那个不重要的 或者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组织 然后去那边做说一些话 发一些言 或者是就是好像就是 在报道上可以写说 什么什么 智库啦 然后什么 我们又怎么样可以去发生了 然后这个就是说 这个台湾其实是可以很贡献的 我们也在贡献啦 只是说这个中国打压 所以我们没办法 这个加入什么什么的组织 然后另外又讲说 这个2758号决议文 没有包括台湾 所以说这个台湾其实是被刻意排除的 那为什么会排除呢 就中共排除啦 所以我们被中共打压了 很可怜啦 所以大家要更团结啦 要这个感谢国际友人啦 然后继续这个继续支持我们啦 什么之类的 大概就是这些这样子 那我想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就是 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像防疫这个什么什么指挥中心一样 你要求人民戴口罩 要求人民要做这个做那个 然后他自己的超前部署 是等于什么都没有做 那所以说其实这个 他其实这样的做的就是说 那我其实只要在那边就是花钱 然后去做公关 或者是说 那么我其实就是让那些 就是什么人假装替我说话 或者是说他们可能 也不是假装啦 反正就替你说几句话嘛 也没有说 不需要做实事 然后我就帮你可以外宣一下 那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在你的岛内去宣扬 你这个民进党 或者是你们蔡英文 好棒棒啊 然后这个外交啊 什么多厉害啊 谈判高手啦 然后又是可以抗中保台啦 那什么之类的 那这样子最方便 那种方便 然后就好吃懒做 什么都不用的这个方式 这样子去达到这个 所谓选举的效果 那这个所以说为什么蔡英文 她是真的笨 还是说真的不知道说 这个她自己一边讲说 中华民国不是 绝对不是罪字哦 讲得非常的坚定 中华民国不是罪字 但问题是 275号决议文 就是在讲 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席位问题啊 他中华民国就代表 这个全中国啊 那你现在的这个席位等于说 你把蒋介石的政权 从这里面驱逐出去嘛 就是说蒋介石政权的合法地位 被驱逐了 那蒋介石政权 他就是一个中华民国的这个代表啊 那你现在等于是 就他的政权是被谁继承 就联合国的席位里面 中华民国政权就是被 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 所以这个之前我就提到过 有一个他说 他是孙文的孙女的 一个叫做孙岁芳的一个人 在2015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 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那其实这个就是 在这个法理上来讲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逻辑 还是对 只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如果你不考虑他是这个 例如说他的宪法 还是他的领土 包括蒙古共和国的话 那他在联合国的这个席位 那就是继承中华民国的啊 所以你说这个蔡英文 他一边这样讲 然后一边又说中华民国 不是罪字的话 不显然是矛盾了吗 如果你说中华民国不是罪字 那你就是应该 就说中华民国 你让他去代表 回去代表全中国啊 你让他中华 你要 我就说这两个选择嘛 一个选择就是 你有本事让中华民国 去回到代表全中国 那然后或者 你就要去帮助 那你就另外一方面 去帮助中国的民主运动啊 帮助中国的谁 那个民主运动去推翻 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你就有这个中华民国 就是这个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你就达到了 你就历史定位就高了 就超越了两奖了 他们都想要做了 他没做到 那现在 那你好像又不是怎么做 你就觉得说 要来一个 打一个很可怜兮兮的 一个台湾牌 然后说 那他没有代表台湾啊 只是说台湾被打压了 那什么之类的 你这样的话 其实就除了 在岛内去骗选票 去那个 刷嘴皮子 或者是说去这个 假装你有在做以外 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实际内涵 所以为什么现在民进党 或者是 从2014年流行 到现在说 国民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 那现在 国民党 基本上来讲的话 已经选举什么的 都已经趴下去了 2016年之后 就一举不振 现在看不到 国民党有任何的 这个 有任何的希望 当然 他们一方面 他们自己的问题 就说他们自己 你中国不容易拿掉 然后你这个 还是那样 理念上也是模棱两可的 然后就 也不太会去找议题 也不太会去 就是选战 不太会 网军也没有 然后人数也少 可能你现在不太 用党产 那党产会可能也 你就这个因素 所以你也不太有党产 那什么 这样子 你就 就是不太会去当 在野党 也不太会去怎么样 去做一个真正的议题 然后 比如说论文门 你也不敢碰 其他的政党 其他的人都不敢碰 就很奇怪 所以国民党这样子 没有希望 但是民进党 为什么还是会让国民党 里面狗言残喘 很简单 你就说 你没有这个政党 你最不希望国民党 倒的就民进党 所以你这样子 他才有继续 去卖芒果干的本钱 你才能够继续去 找那种韩国瑜 那种人物来做一个 标靶 或是来做一个 就是说 来做一个炮灰 让你打 比如说这个国共 又 这个 这个配合 什么之类的 去找这样子一个东西 所以说 如果说蔡英文 你看 过去就有人提案 那个 自己又撤回 就提案说什么 把那个修正案里面的 这个什么国家统一之前 要把它去掉 对 然后他自己提了之后 自己又收回来 是他自己 愿意收回 还是说上面有他的压力 所以 蔡英文他一方面 他就是要骗 他在岛内 一边说中华民国 不是最自强 要骗那些 中华民国派 但他自己也是 我相信是比较靠这个理念的 因为他自己都会问说什么 例如说 为什么教官要退出校园 你这种问题都问得出来 你认为 他这个是 当时是选择服从 还是怎么样的 但是就很清楚 所以他讲那个什么 台湾的那个 他很容易到国际上去讲 因为国际上去讲之后 其实 蓝营的人也说不了什么 因为蓝营的人 自己在国际上其实也都知道 讲台湾 大家知道 讲中华民国 大家就不知道 或者说觉得你这个 就是在痴心妄想 所以到所谓的国际场合 就去去讲台湾 或者是 像在护照 把台湾弄得很大 放大 然后中国缩小 就可以欺骗大众 欺骗是人 对吧 然后到国内 到岛内人回来讲说 中华民国绝对不是最自 之类的 就骗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就是说 实是做不了 但是骗数还是很厉害 就是说外旋转内旋 内旋转外旋 这样子的技巧还是很有 所以说 这样子可以让他们 不用做什么任何实际的事情 然后继续获得 看看能不能最大化 获得这个选票 有的人吃这一套 有人就觉得说 选赢的最重要 理想的什么重要 你能够选赢 才能够发挥理想 但问题是 你能找出来的这些选赢的人 他就是会懂得怎么选赢 选赢之后 有没有理想 不太清楚 所以现在 就是中华台北 就是一直陷入在这样的一个怪圈当中 就是说 大家一直去乱找偶像 然后找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然后就觉得说 他们一定可以来当救世主 他们一定是真的 真货 包括现在有 支持陈时中也是这样子 这样子想 陈时中 因为他的一句话 因为他挡住了什么 什么中国的疫苗 还是因为他 说什么 这个 说什么 不要办双城论坛 说没有效益 什么的 就是一两件事情去说 他多么的抗中保台 说他 多么的这个 怎么样的又如何的 但是 你可以去看 他的 有的人 在分享他的一些政见 我看到那种空洞的程度 根本比起空洞赛来 是有过之而不及 然后你 加上他过去的这些什么 指挥官的这些表现跟作为 还有他现在 大家不是 连那些支持他的人都知道 他身边的人都是 蔡英文的人 那你这样退一万步讲 我就说陈时中 即使他真的有一个争获好了 可是他连他自己的命运 他身边的人是谁 他都不能够自己反抗 不能自己安排 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那你说这样子 或者是真的能够抗中保台 那我也不太知道应该说什么 所以我要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又有客问者 又有蔡英文 他们可以这样子 透过这样子的一种 耍嘴皮的 然后到外面去讲外面的方式 见人说人话 然后到这个见鬼说鬼话这样子 那见神他们也是很敢说神话 就是脸皮厚 说神话就是说 他自己1.5个博士 不到两年内就得到了 然后什么 他的这个论文又不用改了 只要改几个错漏字就可以了 然后教授来说 他这个 系主任说 他不拉底太往前 那是好啊 都是这些话 所以 就是说 我想什么样的人 就选出什么样的 这个政府 什么样的领导人 所以 要破解这个话 我觉得还是大家 必须要比较深入去看待问题 而不是说听 蔡英文在哪边讲的那些话 就是高潮 或者说你看蔡英文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如果他是这样的话 他有什么不做相应的事情 就很简单可以去验证的 所以 回过头来讲 就是蔡英文讲这些话 加上他去用什么台湾 National Day这些东西 就是要做一个假象 好像台湾已经有国家了 已经正常化了 已经可以这个立足于世界了 只是 中国打压 只是其他那些人 这个 破于中国压力 是不敢 他们还是支持我们的 这样子来骗 来这个 做大内宣 那所以 我想可能 如果 就是大家没有继续去 戳破这样的假象 继续被骗的话 那可能就还是继续 这些领导人 他觉得这样好用 就会继续用下去 那 我想人民要想的是说 你还要继续这样子 下去吗 你知道中国打压 我们也知道 他已经打压几十年了 那你会觉得说 去讲这个话 然后什么都不做的 你可以信任吗 这我想可能就是 必须要去深处思考一下了 大家好 我是彭文正 谢谢你们三年来 一路相随 实现公平正义 真的是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 经过三年 所有的证据 终于水落石出 该是时候 把蔡英文学历诈骗集团 跟他的党羽们 送上法庭了 所以我们决定 要从台湾跟美国 告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我们初步估计 这个诉讼第一个阶段 会需要500万台币 大约是15万美金 需要大家的帮助 谢谢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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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普里哥金 那么他之前呢承认就是说 他在这个2014年成立的这个准军事组织 瓦格纳 那这个雇佣军呢目前在乌克兰参战 那普里哥金并承认就是说 瓦格纳在非洲拉丁美洲都有行动 那多年以来这一个瓦格纳这样的一个准军事组织 或者说可以说是雇佣兵 他一直被怀疑在世界各个地方 执行克里姆林宫的肮脏的工作 那莫斯科当局是一直否认将的指控跟报道 那么根据法新社在9月底的一份报道 表示说这个普里哥金啊 这个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商人 创立的这个准军事组织瓦格纳 那么在他的这个康科德公司的 这个social media上面呢 的一个这个贴文当中 他提到了他在2014年成立这个组织 那已经向这个乌克兰的顿巴斯派遣 这个金粮的战斗人员啊 那根据他的这一份呃 贴文表示说他说就在那个时候 2014年的5月1号 一个爱国者集团诞生了 他取名为瓦格纳营战术小组 他还说我现在承认这些人 这些英雄曾经捍卫了叙利亚人民 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民 捍卫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剥夺者 他们成为我们俄罗斯祖国的支柱 法新是说啊这多年也来 这个瓦格纳这样的一个准军事组织 一直被怀疑在各个战区当中 执行克里姆林宫的肮脏的工作 那莫斯科一直否认这样的指控 有报道 那么他被这个说西方大国和俄罗斯媒体 这个指控就是这个 弗里格金是瓦格纳的资助者 他的这些底下的雇佣兵 在叙利亚在利比亚在乌克兰 在中非共和国等地都有出现他们的身影 那么弗里格金曾经是 克里姆林宫的厨房的供应商 所以有被大家称为说是一个普丁的厨师 这样的一个绰号 那克里姆林宫是一直否认 与这个准军事组织瓦格纳 有任何的联系或任何的关系 塞尔克金你怎么看 就是说这一个被称为普丁的厨师 普丁的大厨 然后他现在承认他出支的 这个瓦格纳的雇佣军 那么是在这个乌克兰内部 进行他们的特别军事行动 瓦格纳这个组织 所有的前苏联国家的所有的人 包括只要懂得俄文的所有的人 他们都知道 瓦格纳这个组织和俄罗斯的 非政府组织之一 是光图党 就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的 年轻人的这个组织 光图党和这个瓦格纳 这组织都是普丁他一属建立的 光图党 自从普丁上台之后 他一直在这个俄罗斯 他普丁就是就像曾经的这个公产党 他属下还有那个工情团员 工情团 他的光图党等于是这个曾经的这个公产党的工情团那样 他通过广图党这个方式 他在俄罗斯联邦之内 他要以广图党给他们太多太多的权利 而这些人他们哪怕是杀死了人他们他们经常在莫斯科还有这个彼得报 他们这些杀死哈萨克人 塔吉克人 吉尔吉斯人 乌兹别根这样的非俄罗斯人 然后他们在公开的在俄罗斯的密币和新闻里面公开的宣扬这个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 极端俄罗斯沙文主义和达斯拉夫主义 大俄罗斯主义之中精神 而这个光图党后来他们的好多就是说过军事训练的人比发展成为瓦格纳军事组织 而这些瓦格纳军事组织其实就是这个组织 它是一个就像一个 他在这个拉丁民主包括叙利亚两亿战争 包括很多这个黎巴能呢 还有其他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 他们都有肮脏的教育 这个普丁的很多这个加速式的那种武器卖卖 肚皮卖卖 吸钱 包括这个人体器官卖卖 包括他的那种这个很多这个肮脏的 就像像政治这个变动啊 制造这个社会方面 制造就是安杀呀 所有的这些肮脏的活动 甚至在这个东欧国家的像这个现在的这个塞尔比亚的 包括这个前南斯拉夫的这些 前南斯拉夫的这后来奉劫的这六个国家 还有其他这个斯拉夫东欧国家的 所有的这个这个纪律啊 所有的这个买银行业 肚品行业都是跟这个瓦格纳尔组织有关 只要是东欧国家的人一听到瓦格纳尔 或者他们相关的人的这个名字 他们就是他们就知道这个来图来图不是很小 所以整个这些肮脏的包括这个买银行业 无期交易非法无期交易 这个人体器官交易 吸钱包括这种都品交易 都是这个瓦格纳尔组织做的 而这个瓦格纳尔组织他最高层里面 他们都是俄罗斯国防部的将军们 他们非法控制 而他们之前署名于这个普丁 而普丁通过这些这个金钱的方式 控制着这些将军们 然后他们从俄罗斯国防部里面 出国训练的那些军人里面挑出来 然后他们派往到他们说 他们希望这个派的这个拉丁密族啊 非族啊 阿拉伯国家 然后做他们需要做的事 其实这个瓦格纳尔 不是俄罗斯这个普丁的抽事 他最近公开之后才知道 所有的天苏联国家的 所有的这个 这个斯拉夫国家的 这个这个这个人 他们都知道 这个瓦格纳尔和光头党 都是普丁 这个艺术策划的 艺术这个 这个组织的 这个非法的组织 请不吝点赞订阅